农民已经期盼多年的农路改善工程终于来了 水保署花莲分属的农花玉212农路改善案 也就是在玉里镇春日里 在地的农民向现议员陈勤要设施党土墙 以及产业道路改善 那么水保署花莲分属7月11号的上午就特别办理了施工说明会 那么南区两位议员包括现议员林玉芬以及中速镇也都到场来关心 农民已经期待多年的农路改善工程终于来了 水保署花莲分属的农花玉212农路改善案 也就在玉里镇的春日里 春日里农民向现议员陈勤要施设党土墙 以及产业道路的改善 因为每一次大雨来的时候就会淹水 一烟就会影响到种植的文旦幼以及其他作物 非常的不堪其扰 已经那个马路已经掏空了 本来那个马路是不会掏空的 结果一直下野 它一直流失一直流失 掏空了我的那个马路 但是你不赶快坐 那个马路也是会会奔下去不是吗 农友表示这个问题已经成情多年 也都没有相关单位协助办理 这次向现议员中速镇林玉芬两位议员成情 希望能够尽快改善 他的这个幼稚园的这个边坡都滑落 然后操控 所以非常那个道路非常危险 也有可能会参放 我们也希望农民在我们施工期间呢 在经过的时候希望要小心配合我们的施工单位 然后让我们期盼每一条路都是最好的 水保署花莲分署多次与县府以及正公所县议员现场来会刊 评估之后7月11号上午办理了施工的说明会 南区两位议员林玉芬以及中速镇也都到场来关心 近期也将会进行试作 记者高松双玉里正采访报道